一位刘先生落地20万提了新款广汽传奇GS8 开了2000多公里 别的地方都很满意 只有一点让他不满意 就是油耗拼高 死个往上 那么我想问一下 镜头前私底前的粉丝朋友和老铁 如果让你选择20万 你会选择这款车的吗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给这个建议帮忙帮他 其实广汽传奇GS8这款车 更新换单之后 这个车子是非常不错的 也算是有传承的车子 不像坐着就没有了 是不是人一直往下坐 还是非常优秀的 整台车的车身长度就将近5米 车的重量2吨 它这台车的轴距2920毫米的一个轴距 是一个正八景的中型SUV 那么同价位同级别 它的外观内饰用料 还有它的发动机变容箱底盘的调校 整台车的形成质感 隔音静音NAS的表现 绝对要碾压一些同级别同价位 核子车和国产车 绝对是非常非常优秀的 开过来都知道 那么外观一场的这些车都很笨 挺大的 其实看起来非常灵巧 加速是非常优秀的 动力上搭载一个传奇第三代的2.0提巨浪发动机 扭矩达到了400 马力达到了240的一个马力 动力是非常优秀的 而且最关键匹配了一个丰田的爱信8AT变速箱 传奇呢也一直在用这个变速箱 调教的也是非常优秀的 很不错很靠谱 几乎是没有什么顿错的 那么它还有一个双清混动版本 如果说你先它油耗高可以买那个 那个双清混动呢也是来自于丰田的 TSS双清混动给它用的 大家这套系统都不陌生啊 丰田所有的双清混动都是这套系统 那么原本不动的用挪给广气传奇使用 所以说调教上也有丰田的这个帮助 所以说它的油耗就降下来了 也首次搭载这个2.0提的一个 无论这样发动机上 以前嘛 封内都使用自己家的2.5层质量器器 这是它得在这个传奇的2.0提的发动机上 动力更加优秀一些 非常不错 而且很靠谱 所以说呢 这两款车如果说你现在油耗高 你可以买双清混动能用 如果说你信不着它的双清混动技术 那你买这个长孔的气候版也不错的 一个两吨重的车子 是不是啊 加了个2.0提的无论这样发动机 同级别的 你比如说 昂科威呀 哈兰达呀 瑞介呀 是不是也都要死个油往上 所以说这对比呢 也是很正常 不要认为买国产车油耗高受不了 其实同级别的核质车甚至比它更高 只不说有人他不说啊 挨于面子他不说啊 对吧 那么我认为这款车呢 你会越开越喜欢的 整个车的车子质感各方面 是非常非常优秀 由于是隔音精英方面 是非常优秀的啊 能用住这车吧 毕竟你开了五千元以后呢 它的发动变入箱 稳定性是非常好的 所以这点你一定要放心 没有问题 底边的扎实感 质重性也是非常不错的 舒适度也是可以的 空间方面 六座七座车型 家用啊 是旅途玩啊 溜的呀 都是非常舒适的 非常优秀的款车 非常难得啊 那没有买过 开过这款车的 小伙伴或者车主 对我说的没有不同意样性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准发评论点赞 拜拜 拜拜